这一支虽然失效了 我们就利用H形钢的方式 我们紧急去做补强处理 前方柱子爆掉 钢筋裸露水泥错区 如今后头加了根H形钢固定 H形钢它就是 对它就是要回顾它 原本这根两柱的功能 台北市南机场的老公寓 耐不住强震 结构受损 被判定有立即危险贴上红单 疏散住户后 相关单位紧急进行加固补强作业 市长蒋万安也到场视察 放眼望去中华路二段307项 几乎都撤光光 地震当天就疏散了49户63人 不过随着补强作业就是 市府也宣布从围楼红单 转降为黄单 目前我们判定是降为黄单 也就是没有立即危险到停用的程度 但我们持续列管 也就是住户 目前是可以返家 原本有家归不得 现在总算能重返家园 只是看到屋内还有地震受损痕迹 民众敢住吗 还是要带回来啊 因为我们住在这边住这么久了 觉得还是会有危险 危险一定会有的 对啦 后续看怎么样嘛 大家能解决 都办了 都要大家同意 都根谈了20年了 如果能够趁这个契机 我相信这一楼以上的 99.9%都同意都根 我跟市长也提了 对面的那一排 九号基地 那把南机场夜市 这些创意移到那边去 然后呢 这边这些的店面 这些房东 大家会同意来做都根 即便目前没有立即危险 但房子屋龄已经超过60年 市府将在下周二召开 都根说明会 不少居民也期盼 能就此都根 让大家能有安身立命之所 民事新闻 传染黄伯若SNG小组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